人一出生,父母对我们都寄予厚望,苦思冥想,为我们定下一个名字。 从此,这个名字不出意外,将伴随我们一生,这是大名,当然,有大名就有小名,这是父母亲人为了表达亲密对我们的爱称,这个小名一般不会让所有人都知道,他只属于亲密的人。 是的,人这一生不仅仅有大名小名,还有各种各样的爱称,还有夫妻之间的甜蜜的称呼,直呼大名太过生疏,小名又不想叫,为了便打与他人不同之处,于是有了这么些爱称,夫妻之间的这些爱称,如果你们中了两个以上,那就祝福你们的生活甜如蜜了。 一,宝贝能以宝贝称呼你的人并不多见,这声宝贝,并不仅仅是口头表达而已,叫出这一声宝贝,说明男女双方真的把彼此放在心头,宝贝里蕴含着对彼此深深的爱意,希望你们的婚姻能永远甜蜜如初,幸福地走下去。 二,老公老婆这好像对于很多人来说,并不是什么爱称,他们仅仅认为这只是一个称呼而已,可是,往往这最简单的话语,才有着最深的表达,一声老公老婆蕴含着彼此之间无限的感情,很多话不用说就懂,这一句老公老婆往往蕴含着无限的情谊,让人深深找你,为之疯狂。 三,亲爱的这句话说出来并不简单,中国人大部分还是和你那脸的,尤其是在公众场合,能无所顾忌地叫出一句,亲爱的,对你的爱深深地刻尽心,理,这一句亲爱的,并不能完整地表达对你的爱,希望你们的爱能长长久久。 四,爸爸妈妈夫妻双方偶尔会称呼对方爸爸妈妈,带着一种亲密的口吻,是他们双方独有的称呼,在这一生生里,感受到了彼此深深的依恋,这样的感情怎么能不长久下去? 是的,夫妻之间的爱称不仅仅只有这些,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,代表着不同含义的爱称,虽然他们的名称都各不相同,但是,他们都变达了一点,对于彼此深深的爱意,每一个爱称都凝结着对方的感情,可以让你慢慢回味。 夫妻之间拥有这些爱称,那你们的生活一定会甜蜜如糖,幸福长久的一直走下去,图片来源于